我有个伏地魔女友 今天是上门提亲的日子 欣欣 你再开玩笑吧 我去哪里弄得三十万 十三 我也不想这样 可是我弟弟需要这三十万当彩礼钱 下个月也得结婚啊 此刻十三都快哭了 还有一周就要举办婚礼 自己未来的岳父岳父 居然突然提出要多收三十万的彩礼 十三 你和欣欣都走到这种地步了 现在只需要拿出三十万就行 难道你们的爱情连三十万也不值吗 十三啊 不是我们家想为难你 你也看到了 家里就是这种情况 小峰娶媳妇就差这点钱 难道只有小心才可以拥有幸福吗 之前我们明明已经商量好了 这里的二十万彩礼加上十万婚房首付 为了这我已经欠了太多人的债 连我妈的养老钱都拿出来了 现在却又要我拿三十万给小峰付彩礼钱 难道要我去抢银行吗 用不着把自己说那么惨 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 嫁给你她就要和你过一辈子 你家是农村人我都没嫌弃 多拿点彩礼怎么了 没钱没钱可以借可以贷款啊 姐夫你就听我妈的话吧 不就三十万吗 你多借点私活 做几个程序钱就出来了吗 小梅好不容易才答应嫁给我 你就体谅体谅我吧 要我体谅你们 谁来体谅我 我就活该被压榨吗 欣欣 我们经历了那么多 以前你无论有什么要求 我都会满足你 你要的奢侈婚礼我也答应了 现在 你真的要比我 现在就拿出这三十万吗 小欣 你可不要当白眼狼 你这么随便嫁出去 自己快活了 你弟弟该怎么办 姐 你是最爱我的 对不对 就当帮帮我吧 对不起 十三 我也不想这样 但是我弟弟他 好 我明白了 十三 你能想通就对了 只要你可拿出这三十万 我的宝贝女儿就归你了 我再也不会干涉你们的事情 抱歉 让你们失望了 三十万我拿不出来 就算能拿出来我也不会给 还有 既然你们把婚姻当成买卖 那这婚老子还痛我不结了 你愿意当伏地魔 被你这个废物弟弟谢谢我不管 反正劳资已经受够了 十三 你疯了吧 你要敢踏出这个门 就永远别想取小西 十三 你回来 难道你不爱我了吗 你会后悔的 穷光蛋 香巴佬 这回会没结成 还欠了几十万外债 该怎么和妈妈交代 小帅哥 来提提脚 捡垃圾的大爷身体都这么好 等等 我怎么羡慕起捡垃圾的 那能赚几个钱 兵 无限捡垃圾系统已绑定 什么玩意 难道我得到了传说中的系统 人生从此开挂 走上无上巅峰 不过 为什么是捡垃圾系统 系统 我可以靠你做什么 本系统任务为一 宿主从今日起将成为拾荒者 依靠捡垃圾 所获得的垃圾物品 可与系统进行交换 宿主可获得不对等奖励 具体奖励物品 宿主需要亲自实践得知 捡垃圾得奖励 我堂堂一介程序员 居然要去捡垃圾 闹闹 不去 绝对不去 系统亲切提醒 请宿主开始捡垃圾 捡垃圾这种事情绝对不能干 事关男人尊严绝对不行 好多垃圾啊 还有苍蝇在不明 我十三就是饿死 此外边从楼上跳下去 也不会捡这里的一点垃圾 居然捡到一张红票子 转了转了 要不就先试试 宿主捡起矿泉水瓶一支 奖励130也宿主捡到烟蒂一支 奖励红克楼大金砖一条 宿主捡到黄骨玻璃杯一支 奖励30万元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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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